像我每次進到球場的時候 我看到那些球迷很多都是第一次認識 他跟我打招呼 像是從小看我長大的隔壁 中央今天加油 今天可以喔 待會兒要站起來喔 就是 你會覺得 因為我好像認識你們很久 就是從小看我長大這樣 台灣啦啦隊的吸引人的核心 應該就是我們訴求的是熱鬧 熱鬧 對 是不是 那受到歡迎 有沒有受到歡迎到桌子比賽 有啊 像是我覺得今年 有受到這些關注 然後也隨著球團的更加國際化的經營 像我們今年就有被 美國MLB邀請到美國表演 你看 他也想要他們的場子熱鬧一點 對 就是其實體育是不分國際的 那你覺得我們台灣帶動這個熱鬧 是不是比韓國跟日本更厲害 我會覺得每一個國家 他們在場邊想要展現的文化跟感受 是不太一樣的 就像妳說的啊 日本展現可愛 韓國展現美 我覺得台灣就是 純粹的單純的展現熱情 真的 台灣的那個熱情的那個味道真的是 很有感染力 很有感染力 像我每一次進到球場的時候 我看到那些球迷很多都是第一次認識 他跟我打招呼 像是從小看我長大的隔壁 中央今天加油 今天可以喔 待會兒要站起來喔 就是 你會覺得 因為我好像認識你們很久 就是從小看我長大這樣 就是他們的那個熱情是 你可以到現場滿滿的感受到的 對 這是不是也是你在 啦啦隊一待十年的原因 其實我覺得最大的原因 還是因為熱情 因為其實身旁很多小朋友 女生啊 或是新生代的妹妹們 都會有來問我過 就說他也很想要加入啦啦隊 其實我都是展開雙手歡迎 因為我們的這個團隊需要 越來越多專業的女生 漂亮的女生加入對我們來說都是一件好事 可是你要在這個行業展露頭角 需要什麼條件 我覺得珍惜你要熱情 要熱情 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體能要好 體能要好 我如果說標準條件的話 標配一定要會跳舞 跳舞 身材要好 顏值不能太差 這是大家印象當中說 啦啦隊所要具備的一些標準條件 但是現在呢 因為整個世代的變化不一樣 大家看到的 能比較的越來越多 所以你自己可以加分進來的條件 你自己也可以加分 不管是社群平台的經營 人氣高低 你自己除了會跳舞 是基本之外 你還有什麼加分的才藝表演 這都是會你在跳啦啦隊的這個產業的時候 會亮出來讓你看到跟別人不一樣 那你們需要培養對運動各種運動的知識嗎 我覺得或多或少是要的 要的齁 因為你們也不只應援棒球 對像是我的話我是有棒球跟籃球 那我的職位在團隊裡面是啦啦隊團長 跟女孩就會比較不一樣 我要對具備體育賽事的專業知識相對性就會要再高一點 隊長要起帶動作用所以你要更懂 對我要更懂 我要知道現在兩號三號我要下什麼音樂 我要叫大家喊什麼口號 對然後這個氣氛應該跟大家講什麼話 到了第幾局有做什麼樣的事情 對 是會要更有概念的 所以其實你們給出的是情緒價值 帶動就是除了帶動我們high的情緒 也讓我們知道現在是正進入什麼狀況裡面 對 然後或者是我們悲傷我們快樂我們緊張的時候 你們也跟我們同步 是的 啦啦隊太重要了我忽然覺得 不是只有一群漂亮女孩而已 我們這個散播歡樂散播愛療癒人心的工作 好我們倒是具備條件這件事 我們有請網友投票 Line Today在今年4月舉辦的一個網路投票題目是 你覺得啦啦隊需要具備怎麼樣的特質呢 好我們有14000名網友投票了 那最多人認為最重要的特質就是 你要能帶動現場氣氛 這很重要耶 是不是 這算選的蠻好的啊 對給你參考 再來高顏值 高顏值 這個真的非常加分 再來形象加 然後還有比較少人認為多才多藝 就是大家覺得多才多藝還好 就是小小加分啦 那形象的部分除了我們要給人熱力感 清純感很重要 那好像還得要假裝沒有男朋友 是不是 有沒有內規要遵守 我覺得 我覺得 其實並沒有到那麼嚴重的內規啦 對 但是比較會是遵守在 不能跟球員談戀愛 這個就是比較文明規定 這個是明文規定的 不能跟球員談戀愛 對 因為我們不能干擾到 球隊的就是練習的跟場上的表現 所以就是這方面反而是球隊比較規定 可是男的帥女的美真的 所以你們私底下應援完到後面休息室是 敬畏分明 不准接觸 我連走的走道都是分開的 完全碰不到球員 各位球迷們你們放心了嗎 或者是啦啦隊迷們你們放心了吧 這是明文規定的 可是私底下交別的男朋友 沒有 這個就沒有規定 但我覺得畢竟 我們啦啦隊這個工作 它是給人家比較有一些幻想的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 就是跟明星一樣 明星一樣 它會有一些幻想的空間 當然有些女孩會選擇 喔我不公開 這樣子它是 其實我覺得 布牌是它其實也是一個敬業的表現 嗯沒錯沒錯 再來就是 我的私生活也不想被干擾到 所以我覺得這是每個人的選擇 可是你們已經是公眾人物了 我說真的 有沒有遇過很瘋狂的粉絲 讓你很困擾的 當然還是會啦 對啊 就是蠻多的 蠻多的耶 可能會覺得 可能啦啦隊我們比較接地氣 跟他們互動比較很好 可能就會 可能會跟蹤你啊 這很可怕 喜歡你啊 那我問你啊 那你會告訴她說 對不起我下班了 會還是會 對但是就是可能有時候遇到怪人的時候 可能還是要尋求警察啊 或者是求對工作人員的幫忙 對啊 可能會想要對你拉拉扯扯啊 然後或者是一直跟著你跟著你跟到你想要跟你回家 這些等等 想要知道你住哪裡 這些就是可能比較超過 那有沒有危險的舉動過 拉扯 有有有 就是會拉扯 這個蠻可怕啊 比如說你要走的時候 你在球場上走 你要準備進休息室的時候 我有遇過直接把我這樣拉走這樣子 對 我就說啊誰 結果也不是我認識的隊員 我以為是有什麼緊張的事情 沒有 是球迷這樣 嗯 啊助手我真的很喜歡你耶 然後就一直拉著我的手這樣 然後我就說 你就只會這樣啊謝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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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我懂我懂我懂 嗯 還是會有時候會遇到就是 比較瘋狂的行為 好 就是還是尋求幫助就好 那接下來幫各位女孩們問一題 叫做薪水 好嗎 為什麼有這麼多漂亮女生願意加入 真的只有我想要被關注 跟展現熱力嗎 薪水應該還可以吧 薪水其實我覺得是不錯的 但是它其實就跟我們 一般上班族或者是上上通告 一樣的 它不是我們最主要的薪水來源 只能算個底薪 嗯算個底薪 我覺得它是一個就是 一般工作的中階主管的薪水吧 嗯 但是如果你是想要賺到很多的話 嗯 最主要輸入還是 還是活動廣告代言節目等等 在啦啦隊裡面把自己經營成一個個人品牌 也是對嘉欣是有幫助的 是的 啊 那我相信 球團經營啦啦隊一定也有在經營它的商機 你覺得啦啦隊的商機是什麼 啦啦隊的商機喔 我覺得就是 周邊商品 周邊商品 然後寫真啊 然後我們個人的啦啦隊卡 毛巾啊這些等等的 然後更重要的是 法相區會有很多人買票 對 真的 你看連BLADPINK的那個門票 都被搶光了 你只能看一次 欸 你買一張計票 你可以看我120次 哇 是不是很便宜 平均換算下來 我們很划算耶 欸對對對 法相區是有計票的 對啊對啊 其實我覺得啦啦隊文化已經在崛起了嘛 崛起到一個程度 就是我覺得未來無限可能啦 那無限可能的話 欸這未來真的很難說 很難說 對 然後兩者可以相扶相承 一起成長 對 那你覺得我們的啦啦隊文化未來應該要再加強什麼 你有感覺嗎 其問的話就是很期待大家 對於啦啦隊這個文化的展現 我們能做的當然就是 就是把舞跳好 把應援做好 然後把自己的個人形象要維護好 其實我對你們有期待 真的嗎 我希望你們走向國際 因為大家都說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 那你們就是第一批人 對我們真的把熱情帶到美國了 因為今年我們五月就要到LA表演 所以其實我覺得啦啦隊很重要 聽完這一集以後 我訪完這一集以後 謝謝莊莊 謝謝老師 然後也謝謝大家收看今天的新時代調研所 非常感謝大家 然後也感謝壯壯 我們下個話題見 拜拜 喜歡我們的節目嗎 歡迎按讚分享及追蹤喔 新時代調研所每週三四 Line Today 娱樂看片分類頁準時上線 through nicely ager點 分類頓 好 我們現在 Some 最終的 目的是 按讚